中共病毒在遼寧省大連市迅速蔓延 当地要求居民非必要不得离开大連 还传出大連海洋大学出现疫情 学校被停课封关 教职工居家办公 从22日起对整个大連市进行全员核酸检测 疫情涉及的5个社区 所有的公共场所全部停业 目前大連已经进入疫情防控暂时状态 中共官方近日开始要求民众 接种中共病毒疫苗 还说要在中国新年前为5000万人接种 但由于中国疫苗目前尚在临床第三期 民众普遍质疑国产疫苗的安全性不敢打 上海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建议 应该让领导干部先打疫苗 引发网络热议 停滞多年的中欧投资谈判近日出现进展 但双方在年底签出协议之前 欧盟罕见敦促中共当局遵守国际人权法 释放包括人权律师高志胜余文称 经理酒案辩护律师李玉涵 六四天网创办员黄奇 易见人士吴盖刘飞月等 沈阳法轮功学员蓝丽华 因送含有法轮功真相内容的台力 遭绑架和枉法判刑 狱中遭受残酷迫害 在2020年4月21日 在辽宁沈阳女子监狱喊冤离世 家属上诉控告该监狱害死蓝丽华 要求追责 12月16日 在家属拒绝签字火化的情况下 预防强行将蓝丽华遗体火化 新航亚太电视总理报道